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爸 田野走了 他说 他说的我都知道了 放我桌上吧 他说这个太厉害了 田野 他回来了 您可千万别听他的 上次要不是因为他哪智隐闹成那个样子 开始我也是怀疑 可是后来想一想 田野应该不是这样的人 老师 他肯定不是什么好人 签不签约 主动权在咱们手上 可问题是 您哪知道 他又设立什么圈套啊 等您钻点点了 要再出来就难了 所以我希望 你跟我一起去谈判的 多一个人 考虑得周全一点 我不去 家长 我认为去谈一谈 没有什么坏处 听听他们的条件 签不签晕 咱怎么商量嘛 不管怎么说 没什么损失吧 你说呢 对 您说得对 可 可我最近跟小季 有好多事要办 我恐怕 好吧 忙你的是吧 老师 您自己当心点 我会 小超 小超 你怎么了 叫我来一句话不说 你不舒服啊 搞什么名堂啊 小超你怎么了 你 你哭什么呀 快 你怎么了 哪儿不舒服是吗 那里发生什么事情了 那里发生什么事情了 小姐 别离开我好吗 我不离开你 怎么会呢 你 永远都不要离开我 好吗 好吗 好 苏教授 您的实验室是一流的 人也是一流的 我心里很踏实 哪里 您过奖了 我更高兴的是 能够达成COPR的合作协议 相信我的老板 也会很高兴的 你别笑话我啊 我是急脾气的人 我现在就巴不得 赶紧加速研究的进度 您放心 我回去一定敦促公司董事会 尽快地批准这项协议 好 那我等你好消息 苏教授 我 我还有一句题歪话想对您说 你请说 也许您不知道 我和田野 还有您的女儿苏小记 都是朋友 是吗 你怎么不早说呢 这小七知道你来吗 到我们家去坐 谢谢您了 这次我就不去了 我还得赶快回去 写一份报告给公司 等公司正式批准了 这张协议以后 我肯定会去看您的 对对对 工作第一 干事业就得这样 苏伯伯 我想告诉您的是 在COPR泄密这件事上 田野 他是无辜的 他没有做过任何对不起您 或者是小气的事 请您相信我说的话 你怎么说 因为当时 我是日安公司总经理的秘书 这件事前前后后地经过 除了日安公司的老板以外 恐怕只有我最清楚了 总经理秘书 那你不就是 田野的新婚妻子 这件事完全是个误会 我们 我们只是一般的朋友 那你能不能告诉我 这事情谁干的 苏伯伯 这件事 你以后自然会知道的 那你不想到 这事 都不想到 你不想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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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小舅舅不在那里 为了你们还擦着擦着的 没准啊 你小舅舅 什么时候就回来了 一奶奶 你能不能让我玩一会儿电脑呀 不行 那是你小舅舅的 要是玩坏了 他会打你的 我不会给他弄坏的 我妈家的电脑 我都没有弄坏 好孩子 外地去玩啊 我要锁门了 来 妈妈都不愿意玩这么一会儿 对了 我想起来了 你小舅舅啊 有一辆玩具的遥控车 真的 哪儿呢 哪儿呢 你找找啊 贝儿戏 你小舅舅的车 你可小心玩 别玩坏了啊 我知道 你小舅舅啊 你小舅舅啊 可爱惜东西了 你看玩了好几年 还跟新的似的 你千万别给玩坏了啊 我知道 给 早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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你什么意思 你刚才不是说 现在是工作时间吗 所以我得坐下来 尽快地开始工作呀 工作 你在这儿工作啊 我忘了向你报道了 你的助手 策划部副经理田野 今天正式开始上班 你胡闹 谁认命你为副经理的 为什么人是不 没有人通知我呢 是吗 真的没有通知你吗 我答问问人事部 他们是怎么工作的 不用了 前两天 我见到了你们人事部部长 顺便跟他聊了几句 他说什么 他没说什么 我就说 我是策划部经理苏小记的 的一个老朋友 你们人事部长 人挺好的 搞人事的没养他还那么风趣 我说 不想给你一个意外的惊喜 他就同意了 他把任命书交到我自己手上 让我自己带回来了 好 你有任命书 那你请坐下吧 我去找总经理 我去找总经理 小记 如果你真的很讨厌我 我可以走的 没必要 你放开我 今天开会的内容 大家都仔细回去想一想 张总 我想请问一下 给我派副经理 为什么连招呼都不和我打一声 你是说田野吧 是 他是老板之间安排下来的 其中有什么内情 连我都不清楚 那好 我去找董事长谈 董事长参加西部开发协调会去了 据说还要去外地考察 对不起 打扰你们开会了 怎么了这是 谁让我们大小姐生气了 我替你报仇去 都是你那个裴汉荣 他陈星害我是不是 他怎么招你了 他把那个田野 安排在我的办公室 还坐我正对面呢 小鸡 小鸡 对不起 有件事 我弄错了 田野 没结婚 你没在开玩笑吧 我没在开玩笑 他现在回来 还来得及 onne 小鸣 始终的你 是远时机 靠在他肩头 温暖我的手 没终点的爱恋相依 张明信片 红消了手 见人又残 不回来 风吹之后 不可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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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被迪迪 别别再骗我 别别再骗我 你愿笑得 眼睛就像 别别再骗我 早前红 你忘了了 走的光环 想起走 你抓住我赶路的手 曾经的 爱情原来始终练习 却又不孤寂 在前后 伤心始终会太寂寞 快吃吧 冬日又凉了 我已经说过了 请你不要影响我的工作 你饿着肚子呢 怎么能看下去东西啊 十分钟没翻片的您都 我吃 我的盒饭呢 我要吃盒饭 盒饭已经凉了 被我扔了 吃汉堡吧 刚买的还是饿着呢 你早就不吃这种垃圾食品了 那我给你买披萨去 我不吃披萨 这个是这两天我设计的一套方案 我觉得基本上是白色 下边是绿色的 下边是绿色的 如果你觉得 那文件弄好了吗 那好了 给 经理 我先走了啊 再见 小姐 以后别来接我了 怎么了 以后我不加班了 你这是生谁的气了 我就是干烦了 什么东西干常的都一样 得劳逸结合嘛 不如我有个主意 以后我来接你 下班人多车又挤 咱走过去 就当了散步 好不好 我叫你别来接我 你就不要来了 行不行啊 我这么大个人了 我也不是小孩 让我有点自由不行吗 怎么了 小姐 对不起 我今天心烦 我去洗手间 那我在你办公室等你啊 小姐 我明天体检对吧 明天就去呀 对呀 体检完了我们就主动了嘛 想什么时候登记也都无所谓啊 我倒打听好了 那个医院周二四六体检 明天早上里边 还是周六再去吧 这几天公司事情多 我走不开 你不是说都干烦了吗 我也就一说 我要是不工作的话 那谁养我的 我要是能多挣点 我养我力 就别干了 你说得跟真的似的 我说真的 我要是不干的话 在家会把我也闷死的 你说觉得跟我在一起很闷呢 你什么意思呀 怎么了 没什么 我只是替松松担心 他不只有一年的时间了吗 那好吧 那明天就去吧 我去吧 剪刀 石头 布 哎呀 小姨又输了 小姨输了 小姨要请我吃东西 小姨给我买好吃的 好啊 你要吃什么 我也不知道 松松 是不是妈妈给你吃太多难吃的药了 所以你现在 现在想吃什么都不知道了 没关系 松松 等小姨结了婚 生了孩子 你的病肯定就能治好了 到时候 你就不用再吃这么多苦药了 为什么 因为小姨可以帮你治病啊 因为小姨可以帮你治病啊 那小姨等结了婚 是不是就成医生了呀 嗯 董事长 您找我 哎 小姨 小姨 你会不会打高二叔啊 我不会 我对这些玩意儿 不感兴趣 我听出来了 你还在为田野的事情 剩我的气呢 是不是 我可不敢 公司是董事长的 人事安排 当然由董事长说的算了 你的意思是说 我太随心所欲了 拿事业当儿戏了是吗 董事长的办公室 都改成高尔夫球场了 我看 这事业和儿戏 也没什么太大区别 哎呦 你只剑的影 好家伙 我说什么来着 连辞职报告都写好了 哎 不是我说 有这么严重吗 啊 不就是我把田野安排到 你办公桌对面 你就要辞职啊 哎呦 那我倒想问一问了 那你把这事业 放在什么位置呢 您知道我和田野的关系 可为什么还非得那样安排 你现在 让我连一个好好工作的环境 都没有了 还谈什么事业 你和田野不就过去 谈过一段恋爱吗 有什么关系啊 那谁让你这么优秀啊 我 我还想追求你呢 被你拒绝了 不是还得做你老板 是吧 董事长 不带您这么开玩笑的 好好好 不开玩笑了 哎 小姬 我今天把你叫来 是想作为朋友 咱们好好聊一聊 田野呢 我过去不了解 但这次能把他调来 我可是好好地考察了一番 我要给你一个忠告 像田野这样的小伙子 你可不要轻言放弃啊 好 好 好 跟你说 等会儿 咱也算过来吧 犯言之间的你 行 这个 小姬啊 那个 菲菲现在过得怎么样 我不是 是给过你他新的电话号码吗 你没打 打 打 那根本就不接我电话呀 那我就没办法了 人家不想见你 哎 你说这话可不够朋友了啊 那我怎么着也把田野安排到你办公桌对面了 你 你就不能那个 灵活一点 如法抛制 让我考虑一下吧 哎 田野 住手 是不是董事会批准了 好的 这真是一个好消息 我请你吃饭 咱们庆祝一下 先别急着庆祝 还有一件要紧的事你办了吗 要紧事 什么要紧事 跟COPI有关系吗 只有跟COPI有关系才是要紧事 要是跟COPI没关系的话 咱们就吃饭去 别吃别聊 好 好 好 我听你的 谁让你是头等大功臣呢 说了什么事 我问你 这次你回来以后 有没有回过家呀 天野 你可以不帮回家住 但是你至少经常回家看看吧 今天我刚刚去看过你妈妈 他知道你回来了 特别高兴 但是也很伤心 他说天野原来是个很孝顺的孩子 可是现在完全变了 是啊 我现在是变了 可你知道 我为什么才会变成现在这个样子 如果我妈不把事情做那么过分 我会变吗 中国有句老话你知道吗 天下没有不适的父母 父母也有犯错误的时候 父母也不是十全十美的 我不是说赞成你妈妈这么做 她确实这么做有点过分 可是她这种举动也是出于好心 她也是为了爱护自己的孩子 你不能否认她这么做 都是为了你好吧 你不能因为 咱们自己的父母犯了一点错误 你就从此反目相向了 你自己好好想想啊 你敢说你从小没有犯过一点错误 你犯了错误之后 你妈妈一直就记恨你 就一直跟你计较吗 别的事情我都可以不计较 但是我不能接受她干涉我的感觉 那你就更应该好好地多和待合同了 否则她会怎么想 你站在她的角度上 她肯定会想 你看我儿子原来多好啊 多孝顺 就是因为和那个小姬好了之后 变了 变成现在一个白眼狼 这样的媳妇我还能要吗 还不够我气的呢 好吧你看看 这笔账最后都记在了小姬的头上 我都替她冤的话 回头 我给你们公司打个电话吧 干嘛啊 建议你当你们公司政委啊 最少你应该当个政治部主任吧 要不然太委屈你了 你太有才了 讨厌 赶紧回你家去吧 走走走回家回家 老天啊 你怎么又回来了 我可没准备你的饭啊 妈 是我 天忆 你回来吧 你回来了 哎 你的行李呢 我在外边租了个公寓 哦 也好 年也大了 也应该有自己的空间了 这次回来还早不早啊 不早了 我这次回来是回来工作的 真的 那太好了 哎 坐坐坐 吃饭了吗 没呢 你说你 你也不告诉我 家里什么吃的都没有 这怎么办呢 不用 我不饿 随着吃点就行 对了我还有个金花火腿 我给你蒸一个冬花蒸肉 一会儿就好 啊 你要是饿了 吃个饼干垫垫垫垫 妈 爸不在家 我们吃饭也不能那么凑合呢 你们都不在 我一个人做一个人吃 也挺没意思的 凑合吃一点 你饱肚子就行了 来 来 做得好了 多吃点啊 妈 还是回家吃您做的饭香 那你就多吃点 小白姐呢 她出差了 那这两天 我下了单以后 就回来陪你了 多吃点啊 来 田野啊 那你现在在哪儿上班啊 一家广告公司 广告公司 那什么广告公司啊 广告公司 就是搞广告设计 和代理的公司 妈 你也吃点吧 这个我知道 我是问你 到底是哪家广告公司 是汉荣广告公司 就是小记工作那家 你说你上哪儿找不着工作 非去他们公司干什么 既然我哪儿都能去 我为什么就不能去那儿啊 就是因为小记在那儿工作吗 妈 我求求你了 你就别再横家干睡了 行吗 田野 妈以前是做得有点过分 但是现在的情况它不一样了呀 周家昌和小记 已经就要结婚了 你说你现在插进去 不是就成了第三者了吗 小记 要跟周家昌结婚 那你又骗我 田野 妈这次肯定没骗你 你要是不信 你就自己去打听打听 他们连新房都准备好了 我用不着打听 就算是真的有这样的事 我也不会放弃的 只要小记一天不结婚 就一天不放弃 田野 你不能这么做 你爸是医学院的领导 周家昌是他的部下 小记又住在这个院里 出来进去的 你说让人家说田院长的儿子 是第三者抢了人家老婆 你说让你爸这院长怎么当啊 爱怎么当怎么当 妈 你别老拿着我爸当谎子行吗 其实我知道您心里是怎么想的 我知道 这件事我没法改变您 但是您也别想改变我 你看 天忆 你这臭天忆 你说你会来找回什么呀 此念是一种 喷悬的东西 如影随兴 你自己睡吧 谢谢 先别走 我有话跟你说 你放开我 在公司有裴汉荣的任命 我不得不面对你 但现在是下班时间 请你不要再骚扰我 我没有骚扰你 我真的有话要跟你说 我不想听 你必须听 我就跟你说三句话 你坐哪儿 好 就三句 你说吧 我想说的是 第一 在COPR诗密这件事上 我是清白的 至少我没有对不起你和苏伯伯 第二 我跟钟子仁并没有结婚 我们只是普通意义上的好朋友 第三 我还想 我还想 跟你回到从前那样 相处 你说的第一点 我已经知道了 第二点 跟我没有关系 第三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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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已经不可能了 为什么 没有什么为什么 你必须告诉我 因为我已经答应周家昌 我要嫁给她 我也答应她 永远不离开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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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Zither Harp Zither Harp 菲菲 你工作的样子真好看 谢谢你这么夸我 我现在知道了 你以前夸我就是在哄我 跟我回去吧 跟你回去 干什么呀 嫁我呀 嗯 嗯 怎么样 怎么了 不想跟我结婚 想 但是我不想回去 喜欢这里 你也别说 我还挺喜欢柴的 在这里啊 我交了好多朋友 我自己都没想到 他们都对我挺好的 而且我还想学点东西 干点自己的事 那才叫真正毒 好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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小剑 小剑 怎么了 小剑 不舒服啊 是不是心情不好啊 我有点累 想躺一会儿 妈 我烦得慌 要是心里烦 就跟妈妈说说 说出来会好一些 有什么心事啊 妈 我会是天人 妈知道 小季啊 如果你没有想好结婚 就不要匆忙做出决定 否则的话 对别人不负责任 对自己也不负责任 你说是吧 李婷 我们来一下 好了 自己再好好想想吧 你怎么能这么教育孩子 对他们承诺的事情 你怎么说变就变呢 这是孩子的终身大事 我让他们慎重一点 有什么不对的 终身大事慎重一点是没错 那也得在答应人家之前呢 都跟人家说得好好了 你现在要说多想一想 是 咱们女儿的终身大事是慎重的 那人家的终身大事当儿戏了 如果结婚之前 他们的感情基础就有问题 那将来怎么办 你能保证他们将来不会出岔子啊 你一个做母亲的 你怎么能在这个时候说出这种话呢 正因为我是做母亲的 我才会为他们的将来做考虑 我才认为他们是应该慎重的 你懂吗 我不懂 你要干吗 你真的要嫁给他吗 我不是已经说过了吗 怎么 还要我再重复一遍 你爱他吗 这跟你没有关系 当然跟我有关系 因为我爱你 而且我知道你也爱我 你别不承认 爱 这也叫爱 反复无常 不堪一击 你不觉得 你才卸读这个字眼吗 不对 我对你的爱从来没有变过 无论是谁 无论发生了什么 我从来都没有变过 我承认我以前做了很多傻事 我不应该去相信我妈的假话 不应该跟钟自晨假结婚 可是当时的情况你不是不知道换你 你怎么办啊 而且最后这婚我也没结了 为什么不原谅我 你为什么不说话 你说话呀 我没有什么好说的 你让我走吧 你答应我 不要假的就让张婚 我让你走 行吗 你没有权利跟随我的自由 我没有要跟随你 我知道 我现在对你的感情可能一文不值了 我也不能读别你的想法 但是 但是你总该为你自己的将来考虑一下 我不能由你 我不能让你拿自己的亲父当儿戏 看太太